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说到这里 我个人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部分 对我的提升不亚于 我去支持客户 这个live coaching 或者人生教练这个概念 真的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上个星期 我会有两个朋友聊 他们对人生教练都是第一次听 完全没有概念 然后他们就说 那这个是不是就像心理医生一样 我说不是 这个和心理医生还不太一样 心理医生是帮你往回看 然后并且是去帮你 就是治愈童年的创伤之类的 但是人生教练呢 是帮你往前看 比如说帮你制定计划 挖掘你的潜能 然后这个他们也是听着 玄玄乎乎的说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 接下来该怎么走是吗 那不就跟算命的一样 我说这个和算命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那如果我就想知道 我接下来要不要和这个人在一起 或者是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 人生教练会给我答案吗 我说人生教练不会直接给你建议 他会引发你内心的思考 他说我内心就是因为没有答案我 所以我才要找医疗 就跑了一个很怪的圈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与其你回答他 不如你反问他一个问题 你觉得如果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是有帮助的 那个女孩问我的问题是 那我就是不知道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呀 我就是希望能够 你直接告诉我 应该做什么工作 然后我当时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当时问的是 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你来说 是什么感觉 或者是意味着什么 好像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他对你这个问题的感受怎么样 他就不知道啊 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 很迷茫啊 就是完全就是 整天就是不知道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这个 其实你问题很好啊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很好的问题 在此刻没有生效 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他的期望值可能比较高 他就希望就是聊一次 就是完全就知道答案 就像他说的 这个女孩呢 他会花很多钱去找孙命的 告诉他接下来 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 他特别相信这个 如果是我 在那个时刻 我会问他说 之前你花了那么多钱去孙命 孙命的告诉你的 你是不是百折不扣的 一模一样的 都是按孙命的 告诉你的去做的 假如他说 是啊 他跟我怎么说的 我百分之百一折不扣的 我都会去做 我说那好啊 你已经有他了 你不需要别人 本来就是啊 我已经找到我人生方向 就是孙命的 而且这个孙命的是我相信的 我会他说啥 我就做啥 那相对于你人生的剧本 已经都确定了呀 那还讨论个啥 不需要讨论 你也不需要焦虑啊 只要那个人还活着 他比你还比你得死的晚 不知道 不知道你刚才该怎么做了 假如如果他说 还有百分之十 二十我不会 那我就会好奇为什么 那就说明 他自己在做主了 对不对 他并非让那个人去做主 那他可能就说 哎呀 他说的有些吧 我也觉得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笃定的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着 会按照我自己想法 那我就会问他 那你 你为什么会在 有些事情上 就会听他的 有些事情 你会自己做主 嗯 然后同时 我可能还问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告诉你了 你会按照我告诉你的 去做吗 大部分人都会说 那给看 嗯 对 是 既然如果你讲的 他也不一定去做 那我为什么要讲呢 就我讲了 对你可能也不一定有作用 那我告诉你干嘛 嗯 通过这样的一个 你来我往 他就对 什么是教练 有一点理解了 所以你其实是为了帮助我 让我把我自己的 那百分之十 二十可能看得不处 嗯 我更了解 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我就 不能为自己做决定 这个就是我前面刚才说的 adapt 去看这个人 他是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让他 去看他自己的状态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人 看上去 他不是一个 他之前过往 他做过一些 有这样的习惯 做过自我觉察 什么自我反思 没有 对吧 所以对这样的人 你用一个那样 复杂的问题 让他去 他是没有答案 他也想不出来 他甚至都不太懂 你到底在问什么 嗯 是 我不知道这个和价值观 有没有关系 我当时就觉得 就是 不要去强求 当时就觉得 当一个人 他真的有内在需求的时候 他会去 主动去寻找答案 这个人明显就是 没有内在需求 只是我提了这么一嘴 然后我说 我最近真的 非常非常迷恋 这个人生教练 我真的是 全心全意的 在攻克我 然后他们就 一直在问 这个到底吃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很想了解 了解的过程当中 他们又很不信 他们又说 这个钱花了白花 连一个答案都不给 然后就和我在这里辩论 就变成了一个 我想说服他 他想说服我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我们两个 并肩前行 往一个方向走 你刚才说的这一段 如果你抽离一下 看自己刚才的这段话 招话你有什么好发现 首先他有自己的一个内在 想要变好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 如果他没有的话 真的就不要强穷 让就是就随他去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给你分享一下我的观察 从刚才的你叙述里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不要被我们自己的评判 而干扰 就是当我们如果对他人 就是对方有一些 我们自己的看法和评判的时候 这个时候亲爱的 你已经没有站在 中立和客观的角度 它会影响到你 去可能创造一些 你自己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 你刚才说的所有这几个人 我认为他们都有意愿 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倒也是 不然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你去吃的 对 Exactly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是有的 那么我们回到教练的 你看上次我们聊过 教练的原则 对吧 原理 底层的信念 对 其实回到那个信念上 那每个人 他们都有渴望 想要更好 他们会找 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渠道 比如说算命的 没错 对吗 从这个角度 所以 除非他看到了 这个的帮助和那个帮助不一样 并不是说亲爱的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是说你找一个教练来支持你 你就不能去算命了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教练又不是万能的 我们教练又不是说你有一个教练 你一辈子所有问题解决了 没有这句话 从来我自己做这么的 哪怕我这么喜欢 我也不会跟别人这么假的 对 对吧 所以 当我们自己如果 因为我刚才观察到有一丁脸 当如果你的变成 你有可能 因为你提到你可能进入了一个跟他们辩论 不需要辩论 我也不需要 因为这些都是存在即合理 这个球上要有存在的东西 那它就是合理 因为有需求 对吧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可以更多关注的 就是怎么样让那个东西不要先阻碍了你 对 是 阻碍你想做的 这个确实 这个你刚才一说 我就发现我确实 我的底层逻辑 和他们辩论底层逻辑 是我不相信算命的 所以我站在这个反方立场 就真的变成一个辩论的 就是这个前提 是我对这个算命的 有这个我的个人的观点上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迷信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那反过来他们也觉得 他们那个好 我这个不行 对吧 那如果我要是不站在一个队里面 我对这个算命的没有任何 就是judgmental的一个mindset 那就不会成为一个辩论 就是我不需要说服你 exactly 特别棒 嗯 这个是他的 对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这个是对教练来说最有挑战的 你未来会碰到太多了 因为我们自己也处在一个 我们自己需要不断提升的阶段 对 所以这就会意味着 有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你也会有一些 这个我们所谓的叫强 就是这个屏障 对 深情 这个时候是特别好的 我们可以自我复盘 自我反思的 自我觉察的 嗯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其实说到这里 我个人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部分 对我的提升不亚于 我去支持客户 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已经做这么久了 就是你在和别人说 这个新的概念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介绍 什么是人生教练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